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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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繼續來看 課本19雅者 他說 這個四驗模擬佛 對當時 當時這個 忠告解 就是三問無論問 有一些好的就拿起來用 不好的就要等頭角 他說 對這個四驗傳統的佛羅門教 就是他們原地的宗告 叫做佛羅門教 幾乎全部的否定 就是說 可以說差不多都 差不多都等頭角了 如果三問 他因為我們三問佛羅門 三問他有扣一些可以 就是說戒跟定的這一部分 但是對佛羅門強調的那一套 以神為主的 譬如說 佛羅門裡面 我們說佛羅門裡面 主要就是三大綱領 廢陀天啟 這廢陀經是神功的 有絕對的權威 那佛羅門 那佛羅門是神的總性 在傳達神的旨意 絕對的高貴 那 這個 依廢陀經舉行的祭祀 那是萬人的 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 那這種觀念或德西 認為這是都不對的 所以 他說對西方傳統的佛羅門教 幾乎是全部的否定 我們說對 對佛羅門教改變的奧義書 奧義書裡面說的兩張 就是認同的 一種就是 一字得解脫 一葉有輪迴 這是跳脫 跳脫原來傳統的佛羅門教 但是 雖然奧義書這樣說 但是他並沒有大力的宣傳這種 奧義書是只傳給信任的人而已 他不是 不是廣為宣傳的 所以 雖然奧義書有出現 但是大部分的人不知道這種觀念 大部分的人 是廢陀 廢陀天啟 佛羅門至上 以及 祭祀萬人的觀念 還是 依祈禱 依祈禱 依祭祀為主 好 所以 他現在開始說 開始說 是怎麼 佛陀 否定什麼東西 我們現在 我們來看我們現在的佛教 其實很多都跟佛羅門教 要講 我們來看 就是說 用功的有時候 要和 東西的六四外道 要講 要講 如果小小的 就跟佛羅門 要講 我們來看 他說 比如說 創造主 叫做飯天 就是說 飯天 創造這個世間 這和上帝 也和華 創造這個世間一樣 做禮拜也是這樣 上帝用六天 創造這個世間 第七天休息 所以第七天 要做禮拜 叫做禮拜天 這禮拜 這一天是要禮拜的 叫做禮拜日 其他的六天 是要工作的 這是對上帝惡的 這 這 飯天創造 也是這樣說 但是他沒有說幾天 他說 世間的人 是創造 他是創造主 這是佛陀時代 佛陀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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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以飯天為主 但是佛陀滅後 慢慢慢慢就不是飯天為主 就是彼師弩跟師婆神為主 這是要改變的 你看 世尊批評 就是佛陀 我們的世尊 就批評 批評 就是說 他認為 他釐清了 釐清這些觀念 若比三名婆羅們 無有一見飯天的 就是說 三名婆羅們 這個三名 和我們的三名 六通不一樣 我們的三名 是宿命名 天野名 跟肉禁名 他們的三名 是指他們的三廢頭 因為婆羅們最早是 只有三廢頭 後來把 後來把 阿大婆廢頭 就是原住民的 原住民的信仰 放進去 才變成四廢頭 那麼 三廢頭 原來只有三廢頭 三廢頭就是 離聚廢頭 縮謀廢頭 跟葉羅廢頭 離聚 縮謀跟葉羅 那這三廢頭 就叫做三名 你了解 這個廢頭的道理 你知道 要怎麼做 要怎麼舉行 祭祀 這叫做三名 這叫做智慧 這叫做智慧 他們的座慧 跟父公的座慧 沒有什麼 比如說 他舉行祭祀 祭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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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觀察 觀察 這個祭祀 是向南邊走 向西邊走 向南邊走 向北邊走 向南邊走 代表 身體健康 向西邊走 代表 順利 向南邊走 代表 這個 代表 婚姻和和 向北邊走 北邊走 就西路一條 你了解這個 道理 我大概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 說 向南南邊 西邊 這個祭祀 向東邊走 向西邊走 向南邊走 向北邊走 各代表什麼意思 有一個像我現在的四面佛 東邊代表什麼 西邊代表什麼 你了解這個 你了解 你就叫做智慧 那跟我們的智慧 是要等煩惱 那個智慧是不一樣的 他三名 我們的三名 我們的三名 佛教的三名 佛教的三名 是天眼宿命 他是智慧 天眼明 能夠知道 能夠知道未來 的因果 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 天眼明 宿命明 能夠知道過去 落盡明 現在內心沒有煩惱 落盡了 這叫三名 波羅門的三名 不是喔 所以叫三名 波羅門 波羅門的三名 不是喔 波羅門的三名 是 他是三個廢頭 離聚廢頭 說謀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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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祀明論 讚頌明論 這其實是犯敗的 要怎麼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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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怎麼看 夜樓廢頭是祭祀明論 要發揮的儀鬼 要怎麼用 要怎麼用 這祭祀明論 這叫名啊 名 那 離聚廢頭 是讚頌歌詠諸神的 那 有時候叫歌詠明論 他是在說這個神 這個神 對神的讚頌 對神的讚嘆 應該是 說謀廢頭 應該是歌詠 因為 因為這 如果說唱歌的部分 是說謀廢 應該這樣 這樣 因為讚頌 也是有反敗的部分 但是我們要知道 他這就是 他的名詞裡面 有讚頌的部分 但是我們要笑 笑 其實這是比較笑歌 歌頌歌詠 歌詠明論 讚頌明論 他就是說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這樣說 阿彌陀佛 神經色 向好 冠明 五等倫 這就是讚頌的 如果笑歌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神經色 我們要笑的 歌詠 這樣笑的時候 要怎麼走 在哪裡要笑 那就是 儀鬼的進行 要怎樣怎樣 類似像這樣 我們人家 我們在拜的時候 切到哪裡 菩薩 沒好事的時候 要拜 要起來 這個規定這個 這種東西 叫做三明 你都了解 三明 叫做三明 佛羅門 那是不一樣的 佛法的三明 其實是地灰 他 佛羅門的三明 其實了解 他的 這叫三廢陀 這三廢陀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北亞利安聯 政府的原住民 達羅維圖人 他的信仰 又加起來 叫做阿彌陀佛 這是 妹子 但是 一開始 就叫三明 三明 佛羅門 阿彌陀佛 都是祖語 都是祖語 祖語 祖語 阿彌陀佛 沒有的 這一些的 一般 現在叫做 席真 懷珠 好 這 這 我們少說 現在他說 三明 佛羅門 那麼 無有一見 飯天的 說這些佛羅門 精通 四廢陀的 佛羅門 就是說 對這個廢陀都了解 這叫三明 佛羅門 就是說 他精通 三廢陀的 這些佛羅門 沒有一個真正 見到飯天的 那麼 如果三明 因為他們 以飯天為主 以飯天神為主 創造了這個世間 如果三明 佛羅門 先師無有見飯天者 就是說 比如來說 你是三明佛羅門 你託四廢陀 你託三廢陀 但是你也沒有看過飯天 你說飯天是怎樣 創造世間 你也不知道飯天是怎樣 創造世間 你也沒有看過飯天 創造世間 你也沒有看過飯天 你就說飯天創造世間 到底是 你也不知道是怎樣 所以 又租舊大仙 舊大仙 舊大仙 舊大仙就是 你的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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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承 多幾代 多幾代 幾祖 幾祖 祖書 祖書 他們的祖書代帝 也沒有人 他說三明佛羅門 阿叉摩 等 那麼 這個阿叉摩 是 如果以長阿韓經來講 那他是這個 波羅門 波羅門祖師中 十二人 波羅門有十二的祖書 像我們天台中的祖師有幾個 淨土中的祖師有幾個 這個三論中的祖師有幾個 祖書 譬如說禅宗的祖師 譬如說 中國 中國有六個 印度 印度有二十二的 總共二十八的 三中二十八的 二十八祖的 一台一台傳出來 他們 波羅門也有 總共 以長阿韓來講 這個阿叉摩 是 他們十二代祖書 裡面的第一位 第一位 也有說是第八位 就是說 他是十二代祖書 波羅門祖書裡面的 第一位 這是長阿韓來講的 他說 就是 這個想像的 這個 也不要看過犯天 就是說 你祖書一台一台傳出來 沒有一個真的 知道犯天是什麼 看過犯天 真的 他犯天也不敢說 他是創造事件 但是他認為他 他無法 他認為他是創造事件 因為他上面都看不到 他生到那個小竿 他就覺得 這個小竿如果我一個 然後他就想像 他就看到 他就覺得這些人 都是他生的 但是 像說 你生在五樓 假設 我們家識 五樓都沒辦法 你一個而已 你看的都沒有三人 都沒有人 那你就 哎呀 這個小竿 我一個眼睛 添起來這個小竿 這個小竿是我創造的 他就開始想 這樣創造不了 他就在四樓看 那有人 他就說 喔 因為我想要有人 就有人生出來 四樓就有人 又去三樓 三樓又有人 所以他就覺得這些人 都他創造出來 就是這樣 好 來看 他說 他說 這個三明婆羅門 三明婆羅門 是指婆羅門 他是 精通三廢陀 這個阿薩姆是他們祖書的第一位 家識 家識 這個婆羅門 都說 犯天禧唯一的真神 是有能力的真神 但是 別說這個婆羅門 精通三廢陀的婆羅門 就是這個婆羅門的第一代祖書 他就不看過 反天到底是怎樣 這樣要知道 這三明婆羅門 三明婆羅門 所說非是 他都不看過反天 不看反天 說過話 他是怎樣才會知道 反天創造這個世間 反天跟他講的 你 反天跟他講的嗎 我們很多人也是這樣 不看的 都這樣團 這樣團 以蛾傳蛾 那團到尾都比得真耶 你說 好啦 你如果說不然你第一代 反天要跟你說 反天跟你說的 說我創造這個世間 這樣 還會說的 你還沒看過反天 還沒聽過反天說話 不然是反天跟你討問 不然你也不知道是怎樣來 不然你這個道理是怎樣來的 你說反天創造這個世間 這種地識就在哪裡 因為廢陀經裡面記載的 廢陀經是反天說的 神的啟示 但這是神你怎麼看的 神怎麼啟示 神是忽然間 一本車站在那裡 你看這個我寫的 不然你閃閃閃閃 你說老子道德經 都沒有人知道 他出門的時候也交代一個人 那些人也看的 第一代也看的嘛 第二代第三代也看的 那真正是老子 要處理之前 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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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 寫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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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事業成功兒女教育完了之後 他就離開家庭了 他就出家了 出家去一個團體裡面 大家做去受傷 再過幾年了 就跟他一個人去受傷了 他把人生分成這四個時期 但是我那位婆羅門年輕就出家 教理說婆羅門年輕是要學習的 那麼就是這個青年 然後是到壯年這個時間 是要養育兒女 要學習經典 青年開始學習 少年青年 然後到中年之後 中年之後開始出家 老年就要自己一個 離群守居獨自修行 基本上他們是這樣分的 但是 但是這個 這個月也有年輕就修行的 也叫做犯智 犯智 所以 視若干神 就是說 這個環天 不是環天 這個 保羅門出家修行的 自己認為自己很厲害 自高 自以為高 那就是說 自己覺得智慧很高 人力很高 人力很高 奉勢若干神 因為他們的神很多 印度很多神 印度雖然有一個創造主 但是很多神 山神火神海神河神 若眾生命中者 加速如果有人 命 就是命真 就是人要死 秉人令自在往來散除 就是說 這個保羅門 他這樣說 如果說你要死 我有法度 我有法度 因為我奉勢這個神 奉勢這個神 奉勢煩天 奉勢什麼神 奉勢什麼神 奉勢火神阿祈尼 奉勢創造神 犯天 這個神有力了 他把他的力量輸給我 所以 我有法度 給你 因為我是保羅門 我是神的使者 所以 一家式 你如果 生命要贈 要去 要去 白尾 你來找我 我有法度 讓你去神 去天上 所以 能令自在往來勝出 生於天上 我們現在很多人不這樣 你就 你要奉勢 找整個法師祭 上京 就超生天界 就往生淨土 更加工夫 上京 上京 做暗 加一堆 奉勢 放幾顆 代鼻水 再用幾顆金光刷 這樣 奉勢很淨 奉勢就一樣 你看 他說 不問人的行為如何 不然這個人 到底是有做省事 有做惡事 他心態是有掛起來 不掛起來 就不管 不管有掛起來 不掛起來 一四人做好做壞 來把我家都完全變好 我就黏一顆筋 黏一顆佛 再加一顆奉勢 再加工夫 死的時候 幫你拜一顆纏 幫你站上去拜圍 幫你站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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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翁姓 靖子 幫你敲渡 幫你做三思 黑暗 不關他做好做壞 不管好壞都沒關係 反正大家都會敲多 不是喔 這個觀念是普洛門的觀念 你看看 真的普洛門以前就這樣 我們沒有 我們也是這樣 不是 我們要看這個人 這個人要認命中 我們要幫助他 我們要幫助他提起真面 就是說 我們要了解他一四人 到底是做什麼工作 他如果做不好的 總是有做好的地方 我們要說他做好的 讓他心向好的 如果不好的 真的不好的 要叫他參會 如果有那個執著的 要叫他放下 你如果有那個聖關的 要跟他說 要叫他發聖關 再去做什麼做什麼 他交代他們的章子做 大家要這樣讓他 即使在最後時刻 也可以讓他發善願 起善心 間接的造善業 這樣不夠好 你還不是 你還沒在管他 反正大家 請到一個人 上去的 上去大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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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好 不是喔 我跟你說 你看看跟普洛門一樣 這樣是沒作用的 你看佛洛就說 以前普洛門就都這樣 他拜這個神 你說我拜這個神很有力 我拜的是真神 我拜的是對南海葡萄山 剩回來的 是對九花山 分身過來的 地中葡萄山 那多有爛 那四藏 一個床的 那地上都開了 我跟你說 你不可以這樣說 你也要看他要去哪裡 有那個緣無 不是啦 我們現在都不是啦 這樣不對喔 所以你看喔 他說這個保羅門 自己認為他厲害 自己認為他厲害 至高 因為他平常拜很多神 拜佛菩薩一樣 所以他感覺 眾生 如果受命要贏 他都有辦法 讓他瘋狂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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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狂 生去狂狂狂狂 你不會去屋狂 你不要煩惱 我的酒才有力 我的佛才有力 我的菩薩才有力 可以讓你生去狂狂 沒有問這個人 以前是行為作業怎麼做 以信心和祈禱為生天法門 你只要行就好 你只要走就好 做越多 得越多 信越親 得越好 不是這樣啦 佛教不是這樣說喔 真的 你看我們現在很多眾教 這樣不對喔 那 佛教怎麼說呢 佛教怎麼說呢 佛教怎麼像一支酒頭 躺在水上 你在花蓮 在河邊 在花蓮 在河邊 一堆人在那裡祈禱 說酒頭撲起來 酒頭撲起來 酒頭也不會撲起來 你說這樣不夠 叫十個 一個人不夠 叫十個來話 酒頭撲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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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不會撲起來 你說酒這的人不夠 叫到有什麼人 叫有地會 有老的 每天在上京的人來 酒頭撲起來 酒頭撲起來 媽是不會撲起來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做的 做了很多工作 有很清楚 這樣沒有 有嗎 有喔 這個人超多 這個人超多 這個人不追 這個人不追 還有替人拜慘 你作業 你有桌 我替你拜 你的桌會消 這是什麼道理 這怎麼想 我就想不 你去作業 做一隻有桌 拿錢給我 我幫你拜慘 我收錢 你要桌消 這樣到底是 這樣到底是 有這個道理是怎麼消 你拿給醫生 你自己吃 賣肉 拿錢給醫生 醫生說 你跟醫生說 醫生啊 我這個身體不好 賣肉就這樣 你身體好 你聽我吃油 醫生給你的油 我多一杯給你 醫生 醫生給你吃油 你要不要多多好 有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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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利 但是我們現在都這樣 這樣不對 這樣是不對的 我們自己的桌 要自己參會 沒有 叫到老人 聽我參會 你就清醒 聽我參會 你聽我相經 費用給我 就好 你聽我參會 費用給我 就好 你吃飯 還不說 你吃 你餵長得好 你聽我吃 費用給我 就好 你聽我吃 費用給我 就好 你醫生身體好 你知道怎麼吃 你吃吃 費用給我 你這樣說 你也知道 這樣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 我們真的要得利 不然 你會想 不知道在想 怎樣 像我都在做中的事情 其實都不對的事情 都不對的事情 都不對的事情 這 佛德國寶寶都不能說 你把一顆酒頭 等在 等在 對神祈禱 你給他看 你等一下 不等一下你拿一顆酒頭去 你家裡 不用說 拿一顆 你拿一顆 你拿一顆 你拿阿彌陀 看他的瓶起來 你拿冠聖的菩薩 你拿20塊 他會撥起來 不然 不是 那個人的價錢 那酒頭的比重 也嘴巴太大 他就會沉 你等一下 你不用黏 他就把你撥起來了 你就被炒比重更輕 你把他打在水裡 你旁邊叫一大堆人 把他阻塑 噴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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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也不會噴下去 你把酒頭噴下去 一大堆都叫它噴起來 它也不會噴起來 這是什麼道理 這是什麼道理 國人的企業 酒頭比較重 它就噴下去 那不是重的問題 那是比重和水比重的問題 你一台准 可能幾萬斤 也比一台酒頭 沒一公斤 你不要說酒頭 你就一台鐵頂 輕輕 你也噴下去 一台這麼小顆 那就沒半斤的 你也噴下去 那一台准幾萬斤的 它也不會噴下去 那是比重的問題 那是福利的問題 所以 你人也是這樣 你會生天不生天 會退落不退落 和你的業務有關的 不是和人跟你想什麼經 什麼人來跟你想 想什麼經 想什麼經 想多久有關的 沒有 要了解這個 真的要了解這個 不然你 很多人 很多出界人 也要死進場 老子要死進場 都交代 我老多少錢 死給我辦一個龍門 我做三四下念 要請什麼人 結果我做念 八點鐘不能上當 要念到八點鐘 都不能上當到 都反了這個 我告訴你 你如果有生天 也不會對獄得到 比如獄得到 如果沒有生天 都不要給你 你也對獄得到 如果獄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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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你的獄得到 什麼獄得到 你也不會超多 真正 我不會騙 那是國人會害 但是獄得到 不一定 但是台北很不好 對他的中陰生 如果嘉興有中陰生 他還不走 七十四十九天 不一定幾天 七天 一個七是一個關鍵期 一般在頭七 二七 基本上就往生了 台北分的人 省限都決定 你像學活的人 基本上省限都決定 很少沒有決定 你看那個小的東西 很少藍一點就決定 很少要燈不燈 要扶不扶那種 但是也有 不要說沒有 也有 但是你如果說一般在家出家來說 一般的人 大部分四天前都決定 有那種 還不完全決定 有 不能說沒有 這種人 要燈 要扶不一定 那個時候 你教他黏粉 你教他放下 你教他參會 你教他發生心 他的省限就差一點 省限就差一點 就起來了 也有 你說 如果有 你旁邊大家都有 沒有 大家都有 但是 如果有 你也是重點 重點在教他發生心 發生觀 如果有辦法 他沒辦法做了 但是 他隨時 叫什麼人問他做 他隨時 我拿你的錢 我幫你做什麼 做什麼 他知道 他他的錢 還沒死了 他知道 所以庭總經就說這個 他的迷流之際 讓他扶庭總經 讓他知道要營過 營過 他在說營過 你做什麼 要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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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做過 你要參會 第一點要參會 第二點要發營 第三點 他要怎麼樣 他要有一個安心的發問 念佛也可以 念觀音菩薩也可以 念經也可以 讓他心安定 不會抱 會怕 會安 他心安定不會怕 要念什麼都沒關係 你就帶他念 我一般的帶念也沒關係 你就先安定 但是你要先讓他有誠心 要隨意誠意 最好 要再發一個營 有那個營就沒有營 沒有要死的人 那你如果生業的人不用怕 有生業的人 人要死之前 天上就隨便接去 兩種 生業更大的人 天上會來接 生業不那麼大 他自己起 化身到天上 人就起 屈身必穿 真的是這樣 那你一般要倒胎做人 倒胎做人 那會是死了就去倒胎了 那你做貴的月 不一定 但是你如果做貴 你倒胎就都很快 那你如果說不一定 就是三二月不定 要做人 要做貴還不知道 要做什麼人 生去倒 還沒決定 因為他很多個同時都有 當時都有 當時都有 所以那個時候還沒決定 那個時候就是 要是迷流之際 要是死了 又繼續 把他中陰生的階段 給他增上 這樣而已 但是我們不可以 那時候 我們大部分的人沒有 大部分的人死就決定了 死盡情就決定了 所以我們要 我們要不要死盡情 我們就要做貴做貴 做生貴 你不用煩惱死沒有人做貴 以前的人都煩惱死沒有人 去煩惱 沒有人碰到 有沒有 沒有 你不用 現在的人 現在的人 煩惱死沒有人做貴 沒有人做貴 這樣不對 所以 所以你不用煩惱 你只要你依你的業 你要了解 有應有可 大部分都衰起了 你看 經典裡面很多都這樣 那個 那個 有一個 企業 家展員多 就是說 他做人的努力 白樓有在這裡的展員 他很辛苦 他出來拿水 出來拿水 他是人的努力 印度很多 他老子 水扯到 因為他比較慢回去 他們的老闆 老闆娘都會覺得他偷懶 都會跟他抗 他年輕人會跟這個抗 吃老闆也會跟這個抗 所以他就不肯回去 但是他不肯回去 他又沒有地方去 沒有夭死就廣死 要回去就用抗死 都苦 所以他就想說 一隻小小到大 他們的努力都小小到大 就都不吃好 穿好 吃到老了 還要做這個折磨 也不怕去 不知道要去倒 回去也是四路一條 四路一條 在外面也是四路一條 所以他就 車倒 拿水車倒 他回來拿水的老了沒那麼大 腳走下去不去 摔倒 水都車倒了 車倒你還回去 他就說你偷懶了 你偷懶了 你偷懶了 跟你講 說到你這樣 滾的工都不會動 所以他就 因為有滾的工業 所以他就不知道要在旁邊 一直耗 一直耗 他就說 他就說 你會這樣 就是因為你 你會這樣 你會這樣 就是因為你不動 你沒有欲 你有褲 現在你把褲賣給我 他說 褲還可以賣嗎 可以 有人要買 有啊 我要買 他就說 我要怎麼賣 你要怎麼賣 他說 他說 你現在不要浩 你現在聽我 不要浩 現在要先聽 要先安定 你要相信我 我要買你的褲 你褲我把你買起來之後 你就沒有褲了 他說 好 你要怎麼賣 他說 你現在很簡單 你 你 把這個褲子拿去泳水 你去泳水 泳水的時候 因為我走到這裡也很累 啊 你先倒一杯讓我喝 他是阿樂汗 他親手 共養這個阿樂汗 他就有褲子 他的褲子 他的褲子 不是相當的 他是相當的褲子 你看他就是要 叫他離褲子 就是這樣 他就是沒有褲子 他因為他做人的奴婢 也沒辦法 報失什麼 沒有啦 都沒有這個機會 他現在就給他一個機會 就是他的褲子 他的褲子 他的褲子 來自於 他沒有修復報 其實是這樣 所以 那個募建聯 不是募建聯 這家褲子 就跟他說 你現在 不要走我走 沒關係 你不要走我走 你走我走 去那邊 再把水底給亂 來的時候 我等著等你 你先倒一杯 倒一杯 共養我 搶我 就對了 來我再跟你搶 他說 這樣 他也沒有路 沒有保安 就聽他的 好 去去去去 就回來 因為他知道 這個家褲子 年輕人 有很多朋友 離婚 他就稍微安定 他知道 要先倒一杯 就用清潔的 特別用清潔的 特別虔誠的心 用一個水 用清潔的 用清潔的 特別恭敬的心 共養這個家產業 你看看今天這樣就好了 你看那個牧羊女 牧羊女 今天共養 要生佛 還不生佛 會活動 受苦行 兩年的活動 活動已經 涅槃 兩千幾年了 現在還在庭上 你看看 一碗妹而已 那碗妹 這樣吃幾千年 這樣吃不乾 你看看 那是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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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遇到那個性者 但是 你看看 那都是陰面 你有那個心 之後 你看他遇到這個家產業 他過去應該是 有共養過家產業 所以 家產業 過年生之後 家產業 會遇到他 會對話 那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要多結善緣 多結法緣 深結法緣 廣結善緣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有幫助於你未來 可以 有這個因緣 可以得到利益 好 之後 家產業 就說 好 這樣我告訴你 你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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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好 他開始心安定了 他說共養 來呢 我告訴你 我現在 幫你收百貫再改 他收改 你要記得 你一樓上 你回去 他告訴你 我告訴你 你這樣收 之後 幫他收百貫再改 你回去 因為這才能知道 他回去 一定說 所以 他的收名 就像半天而已 他說 你回去 你老闆娘 一定會幫你抹 一定會幫你打 第一 你要怕 你要念 什麼 念戒 你不要怕 因為你會怕 我剛才去國會痛 你不用怕 你念戒 像我念戒一樣 你念戒也一樣 念戒 念禁 念禁 念佛 念神 念師 念戒 念天 都可以 讓你安定 除恐怖 你就念戒 因為他都不會犯 他一樓上不會犯 他就告訴他 你現在回去 你老闆會告訴你 你別怕 你就心裡 念戒就好 他們老闆看 他這樣 看他沒有 他以前怕 他現在也沒有怕 他老闆還要受氣 就說 說他也沒有好 也沒有怕 因為他一直很專心 念他 之後 這樣說 換我共識 共識 他馬上就生去天上 他老闆還要受氣 把他死亡 用摺摺 拖拖拖去森林 躺在那裡 一般用超級的包 他也沒有 因為很生氣 說這個 這個 這樣拖 他已經 當死的棟 他就生去天上了 生去天上的天人 生去天上的天人 他都 他都 他化身了 忽然感就有了 化身化滅 他就想說 生到天上的天人 他都會起三個思維 第一 這是什麼地方 這倒兩天 他要先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像我去上課 我八卦都要說 這也是什麼地方 我去上課 睡很多地方 不知道哪裡是哪裡 這什麼地方 這 這學家 法源殘事 要先看 他說這倒兩天 他會想說 我是怎麼 我是怎麼會來這個棟 他是化身的 我先來這裡聽聽 我是因為什麼生業 是什麼人 什麼人 什麼人的因緣 我跟他生在這裡 因為天人都有感恩心 感恩心 因為家長遠的因緣 他就 他就 他說 他有天園 他是報道的 天園 他就說 他的心態 現在的 他就是因為這個過程 他都知道 天人看有 他就 去森林 裏面 去森林 因為天人 他帶很多人 他生的天的界位 怎麼很高 帶很多天人的 天人的 都在那些森林裡面 天上 那些森林裡面 都奉公 人家都做森林大火 其實是他帶來 用那些天女 天女有很多火 散發在那個森帖 那裡 因為他受苦 他現在 他是森帖 但是他就是 也是感恩 感恩在這裡 在這個森帖 那裡散發 他差那前就去 你說 他的 他的 老闆 講死 講死後 還不感恩 用森子 森林 鑽到森林 他們 把森林 担在那裡 担在那裡 撞在那裡 怎麼有八點 za不到 我們也做不到 但是 他有生懾 他就不理啊 他現在 他差那前就去提醒 很享樂 你拜託的 所以我們不用的 我們要煩惱的不是這個 我們應該要煩惱的不是 八點鐘有燈燈嗎 有燈燈嗎 有蓋翁心肺嗎 有做三時下燈嗎 打枚有八月餐嗎 都不用煩惱這個 這都不對 你要財政進行 生業做有夠嗎 要漂亮的時候有種燈嗎 要想這個 你知道嗎 有燈燈 燈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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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燈絲燈 燈燈 燈燈 要這樣 不用人天氣 你自己就天氣 我在想哭的時候 我在疼的時候 我還會記著負貨 要訓練 自己訓練這樣 我跟你說 你都不用煩惱 死是一定會死 但是 不管是你辛苦死 或看何死 你都會去好的地方 不管人躺著主 有人講不需要 有個人替你念經 沒有人替你念經 有人替你念乎沒有人替你念文 有咬翁心肺 不咬翁心肺 有替你修練乃 沒替你修練乃 有牽涉不不牽涉 有替你修練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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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替你修練乃 有替你修練賀 都不關閹 我不會跟你騙真的 你自己做主 都這樣啊 大家也這樣 你如果說一定這樣比較好 那外國的 西方的 那也沒有在念 也沒有念佛經 也沒有人做念 也沒有跟王先生伯 大家對三目的 那佛教一天就要待了 一天就要待了 沒在放過天的 大家對三目的 如果像你這樣說 所以我們不能這樣迷信 那佛教比其他中國迷信 那是不對的 我們再看 就是跟這種不一樣 就是不正確的觀念 就是政法嘛 政道嘛 不正確的觀念 先去除 就是借進取 邪見 借進取見 這種東西你如果不說用清楚 我告訴你 你收音 哭哭中 哭哭中 一直洗啦 不知道要撞到那裡 哭哭一直洗啊 回來回去 不知道要回去 哪裡回去 這樣是不對的喔 收一步 就說收興收興 就 越收越不行 這樣是沒效的 你看喔 這個我再說一下 所以你看 他就說 他就說喔 你站在客廳 等一支酒頭 就一說酒頭扶著 不管你吃酒 不管你念經 不管你念心 不管你 不管你 有什麼酒頭扶著 就不扶著 因為 依你的 減嘛 所以 祭祀 我們先把這個說過後 祭祀 就是 很多 很多一大堆的發肥 特別是犧牲的血跡 因為 因為他們做發肥都要台地 主要是貪牛 他們沒吃牛 沒吃牛肉 但是他們有殺生 你看 以前幾年以前 四五年以前 尼泊有個血跡嗎 那商品都有出來 有沒有 那滾 滾 滾 那滾 有啦 台地都老火 他們沒吃 但是那個火都 整肚子 寄那個橫河女神 什麼女神 我買一支了 沒了沒了 多久尼泊就大地震了 那場面 你看到怕死人 我們台地道融也是這樣 都犧牲嘛 台這裡動物 三星嘛 三星牛啦 牛啦 雞啦 豬啦 魚啦 反正就有這種 季奉這個天神 復教是好 復教是 復教是都受死的 大教有很多 很多都是台地公 台牛啦 這種 如果印度是都台牛和台牛 這家母女說 這個 如果邪聖大會 他講 這種發肥 這種發肥是不好的 邪聖 就是說 楔低楔楔的 細群掃 特牛 水特 水波 特是公牛 波是母牛 就是牛啦 不管是牛仔乞 牛仔乞 或是牛爬 或是牛爬 牛仔乞 牛仔乞 叫做掃特牛 水特 水波 極豬羊肚 還牛 印度主要是牛 那麼小小的眾生 西街上 就是 大家 都在台來 祭天祭神 啊 啊 我們的佛教 改變就是 用受死的 尤其白傳的 比較好 哇 太國便是 不會有 因為他們沒有受死的 威武 有 威武 有 肯定 有 因素 哪有 中國 是因為受死的 威武 所以 他們做成嚴重 陳辰 尤其 但 整個威武 要同樣要同樣 也是啦 坐心啦 你說粉哪有可能吃的 粉粒飯也沒在吃的 天上的人哪有可能吃的 天上的人也沒在吃的 天上的人吃比你還好 沒在吃的 像你們家的鳥對你很友好 把一隻鳥汁給你吃 你怎麼吃 你也沒要吃啊 對不對 一樣的意思 天上的人吃比你還好 你這樣用那個給吃 他一旦都比你還好 我告訴你 但是我們這些人不知道 普通門的都這樣 都祭祀 所以逼迫苦戒 逼迫苦戒 朴史做人 鞭欺恐懼 孔誕 悲恥毫 就是說 那麼 他叫那些 因為他們自己沒台 叫那種 他們比較比見的總性的人 他們有分人的總性 有那種準備在臺尼太雄的 叫大家去臺 那當初進店 會好 會怕 那些人陪 there 有孩子也是 就說那些人 那些人有的人要去 說這個語 去臺這臺雄 所以他說 悲戒呼好 很可憐 眾生這樣抬 他不知道他做什麼好報 他說我不稱讚 我沒有讚嘆這種發揮 這件事不是你說 種種供養食生於醉 你希望這種供養 天上會輸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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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因為殺生有這個罪 你的收拾不 所以這件事不是說 種種供養食生於醉 甚至 甚至他講 你殺生來共養這些神 共養這些天 浮無戒子 罪如虛民 好報沒有一粒偷刀 沒有一粒 沒有一粒戒子 戒子就很小的很小的 有芝麻 浮無戒子 罪如虛民 你殺生以祈福 福無戒子 沒有一粒戒子 菜籍 很小的菜籍 福報沒有一粒菜籍這麼大 多一粒 像虛民山那麼大 背道而馳 你不是在電腦 想說吃這個東西 身體會更好 結果 吃了身體不太好 不然地面就很肚子 電腦拍攝到嚴重 就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體育就是這樣 越修越電腦 越修越痛苦 越修越害 不修又不會害 你說你不僅僅 不去台地 不去太陽 去拜訓更好 你不作業 你僅僅起來 那錢 要幾千隻 幾萬隻 去台去共用 受福報 做罪業不是受福報 做罪業 做罪業 受福報 所以有福報沒有地費 用福報 用福報 來做罪業 就是像這種 我們福報道 要有地費 要有政見 你受罪業 動作要在受福報 做罪業 動作要在受福報 這樣 你比較受就更天到 不可以這樣 你看 他就是這樣說 你看 所以他說 我們把這個說過後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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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的人說 沙門渠壇 合則一切祭法 就是說 這個沙門 這個佛道 渠壇是他的聖 他是在渠壇 或喬達摩 他的名字叫西達多 適乎母年 適乎母年 適乎是他的種族 他的種族 渠壇 或者喬達摩 是他的生 他的名字叫西達多 所以 他都叫他渠壇 渠壇 渠壇 沙門 合則一切祭法 因為當時的人相信 種種的發揮 他說 這個 這個 適乎母年 這樣 都批評這個發揮 發揮 要有意義的 還可以 如果沒有意義的 沒有意義的 就很剛才 還有桌 又沒有做 沒有事情 做了又全事情 這樣就麻煩 所以 所以 至於阿大婆會頭 我們先把這個說完之後 學科 他說 這個阿大婆會頭 就是 酒意 我們現在的酒也很多 什麼酒 什麼酒 一塊 占卜等迷信 就是拔杯 拔杯 拜拜 很多人也拔杯 都要先拔杯拔過 這個 館生菩薩 你有同意嗎 阿彌陀佛 我這樣做好不好 我告訴你 付法沒有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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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個拔杯 叫做沾茶三號夜報金 也很多人信 其實 這可以說方便 但是付法沒有拔杯這個東西 沒有占卜這個東西 說什麼 說什麼 親的東西 是什麼 最近不是印度的阿蘭德 親什麼親的 有什麼災難 都看這個 那不是說完全不準 老實說 但是付法沒有說這個 付法共業中也有別業 你要知道 所以 這都叫做迷信 付一個酒 就可以怎樣 習真懷豬嗎 付什麼酒 會在什麼杯 付什麼酒 會開什麼運 發生還要開工過 黏酒還要加錢過 就有力 付法沒有說這個 付法沒有說這個 真的 現在我們有交界很多人也很迷信 真的 所以 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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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門渠壇 無論是 佛教裡面沒有這種事情 沙門渠壇 我們 不在說這個 不在說這個 不在做這個 而且 否定這個 這 只是 漁人的迷信 世俗 無視 沒有人 才會去信 不會信 所以 所以 真的 有見見的人 見真諦的人 真的 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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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這個事情 假設一個人 如果真的有證明 又去信 沒有這種 就表示 他沒有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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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 人家出帳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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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沒有真諦的 所以 信真諦的 如果有做這個事情 中無四處 沒有這種得力 沒有這種得力 你說 有證見的人 又去犯殺到淫妄 中無四處 沒有這種得力 所以 所以 真正體見真諦 真諦就是活法 真正的得力 四聖地 苦極滅道 苦一定是他的原因 他的原因 就一定是怕煩惱 要理考就一定要補正道 不是割拔杯 割問心 割這個 刺囚就去解決 不是這樣 不可能是這樣 所以 不會從事 絕對不會去做這種 迷惑 賣心 希望的一些事情 甚至說 甚至說 極度的說 犯法 弱學者 令人躲低 這些五四三 有的 沒有的 你電腦 跟骨頭去收 會讓你對惡道 生自是對地獄 是怎樣 邪見 邪見 你就是有疾慨 你有疾慨 有閃東 有閃東 有神通 因為你邪見 你也會割三二道 特別是割畜生道 那如果你因為邪見 誹謗政法 你有可能會割第一 這個經典裡面就有 有實際的例子 所以你不要說你 市街 行鮮 保私 你就會沒有對三個都沒有 你雖然市街 你雖然收三重 有三重 但是你只要邪見 你就有可能割三二道 所以我們要很注意這個東西 這是很重要的 好 因為時間夠 我們今天要講到這裡 你看這都很重要的 這段你們自己回去好好看 真的 就是中道政法這邊 這邊要好好看 我們看清楚 看過別 重點沒有這段而已 也沒有改動 因為我們這個結合也說不算 但是我們重點自己回去看 我們應該有應該來告 還有一遍 他都在說這個得利 說這個得利 和我們現在的佛教 是很有 很有關聯的 和我們現在的事源 很有關聯的 我們要自己要知道 好 我們今天講到這裡 大家合奏回憶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臣佛道 好 謝謝 謝謝 感谢观看